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大鸟 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呢 他就已经同意废除这个强制死刑 掌管国会和法务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都斯里·万朱乃迪 他就发表这个文告来宣布说 内阁在6月8日的时候 在一个会议上面就讨论了强制性死刑 代替刑罚研究报告后 他就做出了这个废死刑的决定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怎样子看这一个决定的呢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政策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要废除这种强制死刑的方式 所以强制死刑 就是在某一些的这个案件上面 某一些的罪行上面 法官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就是一定要判死刑 你犯了这个罪 那一定是要判这个死刑 比如讲贩毒的罪行 当你贩毒过了到一个量的时候 那按照法律的话就是强制性的死刑 或者我还有看到关于蓄意进行这样子恐怖刺击等等 那现在政府同意废除这个强制性死刑 那他的出发点呢 那按照他们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为了要 虽然他仍然保留死刑 但是他做出的改变是给这个法官 有这个选择权 来决定要不要判这个人死刑 他让法官不再受制于强制这个词的约束 因为强制这个词呢 就导致法官他没有别的选择 就只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来出益死刑 比如讲贩毒的罪行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我的想法 我是怎样子看这一件事情的 首先我认为政府是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权柄来剥夺那些被判犯有死罪的人的生命的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死刑它是应该的 今天被判死刑的罪行最多的就是蓄意谋杀 还有贩毒有些人会认为说死刑它并不能够起一个威吓的这样子的能力 因为我们国家存在死刑啊 但是还是很多人去贩毒啊 还是很多人呃持枪去杀人啊 既然死刑存在这些问题也是还存在 那死刑看起来好像它的功用威吓的功用就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人还是继续去犯自己的罪嘛 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 如果死刑不存在的话 你能不能够保证说这些案件不会更多呢 因为其实死刑的存在它已经起了一定的威吓的能力 使一些人他不敢去涉足到这些罪行当中 但是仍然有犯法的分子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犯法的分子存在 我们就轻看或者我们就忽视了这个死刑的威吓的能力 但是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在谈强制 它不是要废除死刑 他要废除的是这个强制死刑 从他给的理由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啊 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避免判冤案嘛 就如果不小心这个法官或者整个法庭整个法律程序判错了 那我至少我没有把这个人杀死 看起来好像很合理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它有一点点本末导致了 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应该是 诶可能有这个冤案的发生 那我们就要废除掉这个刑罚 而是我们应该去修整这个法律程序 让整个审判的过程更加的透明 跟更加的能够避免这个冤案的发生 而不是为了避免判冤案而把这个刑罚拿掉 因为我认为强制性死刑 它所造成这个威吓力是更大的 就好像在新加坡一样 新加坡这里贩毒你到一定的量一定是死刑 但是新加坡有没有贩毒的人呢 还是有的 还是有人会愿意挺而走险 但是是不是说这条法律在新加坡就没有威吓能力了呢 不是 如果把这个法律废除的话 更多人会愿意挺而走险 因为险也没有那么险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被判冤案的这种情况 或者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要处理的是整个这个法律的审讯的过程 那还有一些人说我们要给这些死刑犯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要给这些杀人犯这些犯毒犯他们第二次改过自行的机会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啊 那请问谁给这些受害者或者死者一次机会呢 他没有机会了的 他的生命已经被剥夺了 对他造成的损害已经造成了 吸毒所造成的家庭分裂家庭暴力 妻离子上谁能给这一些人一个机会呢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怎样得到彰显 当然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在末日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那一次公义会完全得到彰显 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处在一个用改革中的话来讲 是一个以然未然的世界 上帝把配件的权柄给了政府 所以政府是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能力来进行死刑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走向的一个方向 是尝试要把这个剑拿掉 要尝试把这个死刑的政策拿掉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不符合圣经的 那就拿杀人犯的例子来看 圣经里面十节第六节讲的不可杀人 这个杀人其实讲的就是蓄意的谋杀 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为了对这种严重的罪行予以公正的惩罚 那上帝就规定谋杀者呢 他需要终将付出最终的代价 也就是他要失去他的生命 创世纪九章六节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 这一段话呢 他就奠定了所有人类政府权利的基本原则 这个是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 在洪水摧毁地球之后 上帝规定他将把对犯罪者进行惩罚的权利交给了人类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走向一个尝试要把这个死刑的权利拿掉的这样是一条道路 当然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新闻出炉之后呢 那欧盟就超开心的啦 你知道欧盟都是很左的啦 欧盟对大马政府的这个举措呢 他们表示欢迎 他们说这个是朝向全面废除死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且呢也符合世界的趋势 他期待大马政府能够迅速的将这个决定转化为法律 并且会随时准备支持大马彻底废除死刑 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糟糕的 其中一个我认为糟糕的理由 是因为他尝试要废除或者推翻上帝所设立的这样子的秩序 当然我前面也提出了一些理由 为什么我反对死刑被废除的 死刑被废除的原因 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可以谈的就是 如果死刑被废除之后 很多人所提出一个代替的方案 可能就是进行无期徒刑 让这个前死刑犯呢 他能够失去他的自由 但是我认为仍然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无期徒刑的囚犯呢 他可能他还能够活个30年 40年50年甚至60年 那在这一段期间 政府或者纳税人 纳税人是不是要花费更多的金钱 更多的这些税金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呢 监狱的数量就需要更多了 那如果监狱的数量不够多的话 那是不是会对这一些人进行一些试价 那也就是说可能他的行为好的话 那他就可以减刑减刑 那本来可能是无期徒刑 那可能之后就变成30年或者20年 那他就可以重获自由重新再出来呢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我们担忧的啦 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 我们支持死刑并不是代表说我们 没有爱心 而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从基督教的世界观来看的话 死并不是终结 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仍然有永生 所以死刑犯或者犯了这些罪行的人 他并不是在死的那一刻 他就结束了 他就完全没有重新悔改的机会 因为一个杀人放一个强奸 放一个或者吸毒的 他在他临死之前 如果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的救主 他愿意悔改的话 那他是有永生的 但是呢 他需要为他在这个世上的罪行 所犯的这些罪来负上责任 来负上当负的代价 所以基督徒不要认为 讲死刑就是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对于这个废除强制死刑呢 那当然我知道他是一个强制 想要把这个强制废除 他并没有全面废除死刑 这我很清楚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认为保留这个强制性的死刑 并且去改善这个法律程序 来避免冤死的这样子的情况 是更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统计了 我没有数据我不知道说过去到底有多少 因为被判了死刑而成为冤案的 那我不知道 我从报章上面看到的资料 我长这么大 是看到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了 我几乎没有看到 但是我仍然认为说 这个强保留这个强制死刑呢 是利大于弊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订阅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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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